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节日呢 与人也好 与神也好 其实应该讲都是人死了 耶稣被害的日子也是耶稣人的这一面死了 所以是一个死人的日子 而死人的日子本身都表现了神的存在 耶稣被杀之后 那其实对应的就是复活节嘛 就是他的神的一面复活了 那犹太人的余夜节是杀了那些不信神的人 包括胎生的投胎 其实都应对的是这么个场面 那今天是大节日 所以所有城市都停摆了 大家很多地方都关门了 那我个人觉得蛮感触的 就是在现在的环境中就这么个环境 刚才跟大家分析那个战争的概念 就是就是拜登跟普京之间的关系 有些朋友有些朋友不太认同我的观点 不太认为 不太认同我分析 他比较都是很简单的 是跟不是 但是呢 我看有些人是反正我做什么节目他都过来看 挺那个的 我也只能说挺感触的 挺那个的 就是他不能够真正看到事情的 本身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 所以在现实的环境中呢 其实又不是 又不是 单纯的一面是指人的 人他能够在灵性上有所判断的时候 他表现的是单纯 如果没有能力在灵性上有所判断 就是人生活在 不能生活在你自己的灵性的一面 而是自己利益的一面 爱恨情仇的一面 然后你又表现出单纯 那是缺心眼儿 那是傻瓜 我没跟你说那就是连韭菜都不如的 推特采取毒药政策阻止马斯克收购 这个在马斯克要收购之前 一宣布收购的时候 这故事就已经出来了 这件事情是推特董事会刚才宣布的 就刚刚宣布的 他大概就是叫毒药丸政策 他让现在的股东 就是现在的股东 能够以折扣价格的价格 去购买额外的股票 从而稀释马斯克的所有权 这就基本上他的一个做法 马斯克拥有的权利 马斯克拥有的股票份额是9.2% 那他要强行收购到15%的话 他就可能出现恶意购买 那现在的股东 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所有的股东都可以这样 那现在的股东就可以以折扣价格的方式 来尽可能的多买推特的股票 从而阻止马斯克呢 从而阻止马斯克收购 所以这基本上 他基本上的概念是这么个概念 下面没有什么更多的说法 就是一个就是把整个他走的过程就这么宣布了 我看过其他的网站呢 也没有太多的说法 那这个是推特刚才发出的新闻稿件 中午的时候 一个小时之前发出新闻稿件 他在讲述他叫做权力计划 是董事会今天上午完全通播的 在未经请求不具有约束力的提议收购推特之后 那董事会宣布了这一份计划 所以他因为我我咱也没 我也没有进入过董事会不知道 他说权力计划将减少任何实体个人或团体 通过公开的市场积累获得推特股票 从而控制权的可能性 无需向所有股东支付适当的控制费 也不向董事会提供足够的时间 做出知情的判断 从而符合股东的最佳利益的 最佳利益的做法 这种决策 基本上就是他讲述基本上就这样 这应该是我看过几个不同的网站 基本就讲在面对这种被他们称为叫恶意收购的背景之下的 原来的董事会的成员大多如果不愿意被收购的话 大多是以这样的方式 那这就我能理解到就是比财力了 那现在董事会的成员如果真正跟他比财力的话 那我就因为你买便宜的股票 股票是打折了 那你就可以收购股票 从而为了抗衡 为了抗衡这个这个马斯克第一时间 最快速度达到15%的 从而出现强行收购 大概其实就这样 这就比财力了 那如果董事会成员都共同承认 就是共同通过的话 那他们有多大财力 就手里有多少钱 以这样的方式愿意这么去做 愿意这么做 因为他购买的股票的价格 是打过折扣的 那打过折扣的另外一个呢 就是去抗争市场的反应 你比如说 这完全是一个门外汉的理解 就是那如果我买股票 我听到这事 我能够想到了 如果马斯克以目前的方式 他拥有的股票9.2% 那他购买的价格呢 是一路上来的 那现在推特价格大概48块钱左右 可是在去年年底对他进行的估算 他的合理价格是30% 是30块钱 所以他就超过了60% 现在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60% 我不知道 他已有的股东将以多少钱买进来 可是还有一点 如果这9.2%的股票 在一定规范内扔到市场中 去冲淡他 而购买那些股票的股东 他同样是以这个相对低的价格进入来的 应该说一些散户跟风者 就是小户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这是单纯从股票角度去讲的 因为这么说法是因为 马斯克昨天的声明中已经明确讲 他说我不是威胁 我有另外的做法 我不是威胁 所以那另外做法 他针对推特的做法 就是推特本身的 这个不能够秉持公正言论自由 所以无法拥有他 就是不能让现在的推特存在 这是他的宗旨 那推特本身的做法 就是要保持现在推特的存在 所以他们已经提升到 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对垒 我们说不好 9.2%的股票 冲入到市场中 因为现在股市是关闭的 他要修完了 这个长周末修完了 那一旦进入市场 大规模抛售的话 他会带动的多少人 带动的散户多少人 在第一时间抛售 如果这个时候 马斯克说了一句 我要放弃这个股票 我放弃推特 他在市场上的影响力 我相信作为今天的董事会 一些大股东 他也没有能力抗争 因为他已经 这个价格超得太高了 所以就变成了 毒药丸政策本身呢 可能把推特推到了一个生死的悬崖边上 就是如果 如果那谁抛弃的话 因为人家做出决定了 如果这个马斯克抛掉股票的话 so far到现在 我们没有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牵扯到马斯克 上哪找现金 去兑这个 430亿美元 那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就是股票换股票 他用特斯拉的股票 去兑换 特斯拉的股票 去兑换 现在推特股票 就是 把特斯拉的股票当成现金 去对等着 按折扣对等的 拿过来推特股票 以这样的方式来出现 这应该是在股市交易中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呢 就变成了 第一 推特拒绝 马斯克的恶意 这种收购 马斯克还没有拿出对应的方案 如果对应的方案是 抛售 推特股票的话 是否会使得股票 就是成为了 就是地处在一个悬崖边上 可能会粉身碎骨 说不好 但就我能理解的是这样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